今日财经快报 0.3结束两周连跌 27日凌晨 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高 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情绪使油价得到支撑 使其摆脱了此前连续两周的下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置原油期货 尾盘美股维持涨势科技股财报推动股指走高 27日凌晨美股周五尾盘维持涨势科技股财报推动股指走高 Alphabet与微软的财报表明推动科技股上涨的人工智能热潮仍在继续 英特尔股价创近四年来最大跌幅业绩展望低于华尔街预期 英特尔股价周五创近四年来最大跌幅 此前该公司发布的对当前季度的业绩展望平平 表明重返芯片业头部位置的道路依然艰难 花旗下调美联储2024年降息预期仍预计降息100个基点 花旗集团经济学家下调了对美联储今年降息的预期 之前周五发布的基本通胀数据高于该行预期 他们目前预测美联储今年从7月开始降息100个基点 五盘 美股继续上扬纳指涨于2% 27日凌晨 美股周五五盘继续上扬 纳指涨于2% Alphabet与微软的财报表明推动科技股上涨的人工智能热潮仍在继续 美国三月核心PCE同比增长2.8%高于预期 欧股集体收涨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1.37% 德国DEX30指数涨1.33%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77% 法国CAC40指数涨0.89%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1.37% 西班牙IBEX35指数涨1.60% 意大利富时MEB指数涨0.87% 亚马逊涨超3% 即将公布业绩 获瑞银上调目标价至215美元 格龙会4月26日亚马逊 AMZNUS 拉升涨超3%至179.19美元 亚马逊即将于4月30日盘后公布业绩 瑞银认为 投资者的关注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亚马逊的云业务AWS 日元汇率跌至34年新低加剧日本当局干预风险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河南暗示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之后 日元对美元跌至34年新低加剧了对日本当局可能最早在周五就干预市场已遏制日元跌势的猜测 综述日本四成城乡因人口减少有消失风险人口危机景中再次敲响 东京4月26日点综述日本四成城乡因人口减少有消失风险人口危机景中再次敲响 胡小格郭丹日本民间组织人口战略会议日前在人口战略论坛 IMF总裁称全球经济仍有许多值得担心的地方 26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表示 面对更高的利率以及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的冲击 世界经济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弹性 谷歌大涨超11% 再创历史新高 总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格龙会4月26日谷歌 C一度涨近12%至174.71美元 一创历史新高 谷歌总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三个月基本保持不变 格龙会4月26日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 周恩HSU表示 消费者信心继续趋于平稳 连续第三个月基本保持不变 自1月份以来 信心指数一直稳定在2.5点的窄幅区间内 研究显示到2025年底全球利率升幅只会砍一半重塑投资格局 格龙会4月26日据相关机构研究的新估计 在美联储 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共计上调1475个基点后 预计到2025年底只会累计下调575个基点 早盘 美股走高科技股领涨 那只上涨1.8% 26日晚美股周五早盘继续上扬 科技股领涨 那只上涨1.8% Alphabet与微软的财报表明推动科技股上涨的人工智能热潮仍在继续 金融咨询公司Devary 今晚的PCE数据对美联储是个打击 格龙会4月26日金融咨询公司Devary首席执行官称 今晚的PCE数据对美联储及其抗击通胀的战斗来说是又一次打击 由于美国经济持续保持强劲 劳动力市场强劲 PPI和CPI上升 日本车企大举投资北美促进电动车生产 格龙会4月26日日本车企相继宣布 北美巨额投资计划以满足当地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需求 本田公司宣布将在加拿大投资兴建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工厂等 空客CFOA350飞机产量增加与波音公司困境无关 26日晚 法国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昨日表示 空中客车公司正在增加其A350飞机的产量 原因是消费者需求增加 美股异动数Snap大涨近30% Q1业绩超预期且Q2指引胜预期 格龙会4月26日月后集团通信应用 Snapchat公司Snap盘出一度大涨近30% 报14.77美元 Snap公布一季度业绩称 期内调整后EPS为0.03美元 分析师预期美股亏损0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3.5% 格龙会4月26日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一度涨超3.5% 小鹏汽车涨近10% 蔚来涨6.7% 哔哩哔哩涨6.68% 贝壳涨6.5% 微博 理想汽车均涨超5% 英特尔大跌13% 为2020年7月以来最大盘中跌幅 格龙会4月26日因QR营收展望低于预期 英特尔INTCUS跌幅扩大至13% 报30.64美元 为2020年7月以来最大盘中跌幅 且股价创2023年6月以来新低 美联储青睐的核心价格指标3月份快速上升加剧通胀担忧 美联储青睐的核心价格指标3月份以轻快的步伐上升 加剧了顽固价格压力可能令降息推迟的担忧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所谓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值 英特尔大跌12% 创近11个月新低 QR营收展望低于预期 格龙汇4月26日英特尔 INTC US盘出大跌12%至30.84美元 创2023年6月初以来新低 英特尔周四盘后公布业绩显示 一季度收入127.2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130亿美元 热门中概股普遍走强 小鹏汽车大涨12% 格龙汇4月26日美股盘出 热门中概股普遍走强 小鹏汽车大涨12% 蔚来涨9% 理想汽车涨8.8% B站涨6.5% 京东涨5.5% 百度 拼多多各涨约3% 开盘美股周五高开美国三月核心 PCE高于预期 26日晚美股周五高开 Alphabet与微软的财报表明推动科技股上涨的人工智能热潮仍在继续 美国三月核心 PCE同比增长2.8% 高于预期 显示通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 策略师 今天的PCE数据表明通胀并没有加速上涨 格隆会4月26日来历财富首席市场策略师Art Hoggan表示 PCE数据与预期非常一致 这将让市场松一口气 我想说的是 昨天的GDP数据中有很多噪音 美国三月核心PCE物价同比增至2.82% 略超预期支出同比增速创一年新高 李孝银PCE数据公布后 市场压住美联储9月降息的概率由60%升至65% 继昨日一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意外回升后 三月通胀数据再超预期 美国PCE数据符合预期 欧元区国债收益率下跌 格隆会4月26日欧元区各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全线下跌1.5-2个基点 此前美国三月PCE数据符合预期 美国三月个人收入月率录得0.5% 与调查的预测一致 但较2月份的0 策略师 PCE数据对美联储未来政策影响有限 格隆会4月26日策略师 当PCE数据公布时 我们可能已经通过昨天公布的GDP数据 消除了市场的一些潜在下行风险 因此这可能减少了这个数据公布后产生的风险 机构PCE通胀数据抵消了GDP数据的担忧 格隆会4月26日Decote Wealth高级投资组合经理罗伯特帕夫里克表示 PCE通胀数据基本与预期一致 因此没有出现负面意外 这给了市场一点信心 我们在这期间认为电视连续公布会世界